詞曲 李宗盛 享一隻孤帆流浪撇開 某座守江等一個海浪 徒盡受傷 風起了那刻 會聽到靜默再演唱 天上何曾有山水 已讀不回 Book Channel 大家好 我是Royvan的六號 《折磨島》這首歌其實是在2014年寫的 想說是一種孤獨和出走的感覺 就像人去到世界上最偏遠的孤島上 而四周只有你一個人 而這首歌的詞其實都在一個很寂寞的狀態寫出來 我記得當年我們樂隊要去廣州 去牽制張英軒的一個創建的工作室 叫做 Village Studio 這個工作室是一個國際級的工作室 我們幾個目標就是要錄五首歌的音樂底 而且盡量在香港已經寫了歌詞 看看上去有沒有機會一次過錄上去 這樣也很無奈 最後我們只是帶到一份歌詞上去 上去之後我開始錄音 開始幾首歌錄音 其中就是剛才唱的節目倒聚 為何會寂寞呢 因為當時隊友就在錄音室裏面 去度編曲甚至錄上去 而我就把自己鎖在另一間房間裡 保持寫詞 這間房間有窗的 我記得窗口看出去的時候 面對著一個很陌生的城市環境 突然之間有一種很厲害的落樸感覺 而且我覺得那一刻就像一個孤島一樣 這次跟大家介紹的這本書 是德國作家Judith Cholansky的寂寞島嶼 五十座你從未也永遠不會踏上的島嶼 寂寞島嶼這首歌當然是受了這本書的影響 因為這本書名真的很漂亮 很有感覺 所以最初就借用了這本書名來做這本歌的歌名 而事實上 Cholansky這本節目倒序 整本書都做得很有美感 印刷亦都很精彩 每頁都用了專式 所以它分別拿到這個 德國書藝基金會的金獎 和德意志聯邦共和國設計銀獎 在2009年更加被選為世界最美的德文書 這些都是吸引到我買這本書的原因 不過最初令到我留意這本書 其實是裏面介紹的一個叫做 Diego Gassier的島嶼 中文翻譯出來就是叫做 迪亞哥加西亞島嶼 因為本身我自己聽開一個 即是認識一個外國音樂人的歌 他的歌曲很舒服很輕鬆 而這位音樂人正正他自己的藝名 就是叫做Diego Gassier 原來才知道這是一個島的名字 就是位於印度洋上的一個英屬小島 在1966年英美簽訂協議後 這個島就成為了美國在印度洋重要的海空軍基地 我就由這個名字而開始留意這本書 這本書一共介紹了50個很偏遠的小島 有些比較出名 例如聖克勒拿島 拿破崙最後就是死在這個島上 另外還有一個叫做 Tristan Dagunya這個島 它是大西洋上最遠遠的 每年只有三個月有船去 現在在上面住滿了英國人 這些來陸地很遙遠的島 甚至少到連地圖上都標示不到出來 其實都好像我喜歡的南美洲的那種感覺一樣 都是一種很偏遠的氣氛 所以我經常都會想有一些偏遠的小島旅行 舉例好像這些 接下來我們都未去過 很想去 例如西班牙外島 Canary Islands 葡萄牙的外島 雅畜爾群島 還有一個非常出名 因為這個島上誕生了一個很出名的人 就是我的足球牛長 斯朗那島 他的家鄉叫馬達拉島 此外還有一個主權國家 有一個叫做 Cape Verde 是非洲的一個生活環境挺好的一個島國 在拉丁文來說 就解綠色 Cape Verde 即是綠色的角 而這個島我是 都放在我自己的旅行櫃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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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是穿上街 但很快又被身邊的朋友說很噁心 現在我們都是當睡覺衣服 鐵木島嶼這本書 還有一個很吸引我的地方 就是它對每一個小島的介紹 可能你會想 即是上網也搜尋到這些東西 但作者 Cherlansky之所以是作者 就是因為他用了五十個很短的故事 來介紹這五十個島 這五十個故事 有部份是真實存在的人物和歷史 但亦有部份是虛構的 是作者自己想像出來的 Cherlansky為何會寫這本書 原來在他童年的時候 他是一個東德長大的德國人 他根本無法出境 所以以前他從來都沒有去過旅行 只能夠通過看地圖來認識這個世界 他看地圖的時候 會特別留意每個國家的形狀 然後就幻想當地的歷史故事 在他未見過地球移之前 他真的以為這個世界是平的 我應該是被Cherlansky幸運的 因為在1999年 是我中學畢業的那一年 那個暑假我記得我有幸 和我自己同屆同學和老師 一起參與了一個 去私仇之路的旅行團 亦都是因為那時開始 我對邊境很遠的旅遊 這種感覺我深深著迷 但其實這種情感可能是 再小一點的時候 已經開始慢慢醞釀出來 為何這樣說呢 因為我讀過那間中學 在旺角太子 但中學者本身 在西貢有一個school camp 每逢星期五六日 學會或班會的同學生都會 爭相去預約這個camp 進行三日兩夜的宿營活動 是挺開心的 那個時候 90年代對於一班衝學生來說 由太子去到西貢的距離 的確已經好像去了浩縣 我想我自己也太喜歡這個校型 為了可以經常親近到他 應該這樣說 我在中三年頭 報名參加了一個學會 就是營地管理院協會 鄧小華其實也是這個協會的人 跟他一起服務這個協會的時候 他中六 我當時已經中四 對 即是由我中三 中四 中五 中六 中七 儘管要考慮和A級 其實都很多時間 去了一個這麼邊境 對於我一個住在市區的人 經常都入西貢 都很正 所以在自己的成長過程中 一早都有一種潛意識 應該說是很喜歡離開家 出去遊玩的渴望是很大的 對自由的期盼也是很強烈 不過我後來就慢慢發現到 其實我不像自己想像中 可以很大膽地去追求這一種自由 其實每一次出去旅行 心裏都有很多種顧慮 亦有很多牽本放不下 例如2015年那次去南美洲 雖然一直都很嚮往人生第一次的 這個南美的撞遊之旅 但同時亦都非常不能夠放得下 身邊很多人 包括我的隊友 始終一隊樂隊 其他不同的崗位樂隊成員 即是大家來試生病也好 或是沒有空 活動或是演出都可以找人頂 但當主音沒有空 不在這裏 其實演出可能就搞不成 即是未必能夠接到 那個工作這樣 雖然隊友都很明白和體諒我 但我離開了這麼久 我心始終是有不自在的地方 發現自己的肩膀原來都很沉重 我很記得那次我們去春光雜事 張鎮的角色登上世界盡頭的燈塔 本來是一件很有型的事 不過正正就是這個燈塔 有名叫世界盡頭 在這個燈塔附近的城鎮 叫烏斯淮雅 我記得有一晚過夜 那晚是大概凌晨4點左右 我們去的月份是三四月 其實是當地的秋天 但其實已經是轉涼 冷的 早午晚都很冷 低於10度 我寧醒了 寧醒了然後睡不著 睡不著就很想念香港的家人 亦都覺得如果這一刻 是能夠一起來 閉眼再睜眼 回到自己的床上就好了 即是香港的床 那份思念的感覺 其實跟我在另一個阿根廷地方 Bledo Milano 看到的冰川 跌下來的震撼 其實我想都一樣這麼強大 我發現原來去得越遠 當你遇到自由的時候 其實反而會更掛念家裡的牽本 所以自由和牽本 彷彿當自己去到現在這個歲數 我會發現 其實是我人生的一個名題 一個很大的名題 經常又想嘗試出走遠方 但在香港有很多東西放不下 這麼說 移民這個題目 時不時都會在自己的路上閃過 但現在還有我爸爸 即是我需要照顧爸爸 這是我自己無法放下的事情 以前我會很羨慕 好像我有一位朋友 他叫林輝 或者是另一些雜數 我介紹的一個叫Dora的朋友 他們都是那些能夠想去哪裡就去哪裡 可以很灑脫地說走就走的人 但我現在明白到其實每一個人都是獨特的 大家都其實有自己的故事 或者就好像節目倒序的作者 正正因為他小時候不能出國 所以才有這麼多的想像 到他長大後就能創作到這本書出來 而我雖然夾著在自由和牽伴這種矛盾裡 但這種矛盾的情感 其實都可以成為我創作的某種靈感來源 我會開始學會好好珍惜這種矛盾 成為人家才能經過